大家好,我是指尖云香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视频拍摄技巧是 如何用索尼微单拍延时和降格视频 相关的参数怎么设置 这里用索尼微单相机来为大家做演示 升格、降格和延时拍摄都属于变速摄影 所不同的是 升格拍摄的画面在播放时是慢动作镜头 表现的是时间被拉长的效果 而降格和延时摄影拍摄的画面 在播放时是快动作镜头 表现的是时间被压缩的效果 虽然降格和延时摄影展现的都是运动速度被加快后的效果 但是它们属于两种不同的拍摄模式 适合拍摄的对象也不同 相对来说延时摄影的使用范围更广 接下来就跟大家说说降格和延时摄影的拍摄技巧和相关的参数设置 降格拍摄 降格拍摄之前 先将拍摄模式 那25帧每秒的视频用剪辑软件进行加速处理 也能实现降格的效果 因此这种拍摄模式更适合不会用剪辑软件的人用 接下来说说延时摄影 也叫间隔拍摄 用这种模式拍摄的不是视频 而是一张张GPG的照片 通过剪辑软件处理后 转换为MP4文件 才可以用视频格式播放 由于延时摄影 依次可以拍几十分钟到几天时间 因此可以用于记录被摄体在很长一段时间发生的变化 它们是人眼直观 不易察觉的缓慢运动和细微改变 或者是需要几小时 几天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等等 通过快速播放后 让观众在几十秒至几分钟内 看到明显的变化和完整的运动过程 令人产生时光飞速流逝的感觉 进行延时摄影前 先打开间隔拍摄功能 并设置好相关参数 这里重点说说以下几个参数的设置 第一个是拍摄开始时间 它指的是多长时间后 开始拍摄第一张照片 一般设置为6到10秒即可 也就是在你按下快门后 有足够的时间与相机保持一段距离 然后才开始拍 以免因手的抖动和遮挡光线影响拍摄效果 第二个是拍摄间隔 也就是隔多长时间后拍摄下一张照片 这个时间的长短要根据被摄体的运动或变化速度来定 对于运动速度相对较快的主体 间隔时间要设置的短一些 否则会出现跳跃移动的状况 比如这段行人的演示视频 间隔1秒和3秒的差别就很明显 对于肉眼不易察觉的运动或变化 速度越慢 间隔时间设置的越长 比如这段草莓花开的演示 我设置的间隔时间就是40秒 第三个是拍摄次数 也就是一共要拍多少张照片 可以用下面这个公式来计算 播放次数等于25即帧速率乘以播放时长 比如说我需要一段播放时长为10秒的演示视频 那么就需要拍摄至少250张照片 为了确保拍到理想的素材 建议多拍一些 比如拍300到400张 这样选择的余地要大一些 第四个是快门速度 快门速度越慢 有助于拍摄到清晰的画面 因此拍延时时候的快门速度 不易设置的过快 一般慢于1分之1秒为好 有时我们可以用滤镜来帮助相机 降低快门速度 至此关于运用相机功能方面的 视频拍摄技巧就分享到这里 从下期开始分享 与镜头语言相关的内容 这次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 就请关个注 点个赞 咱们下期见